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了应当活出更新的生命 的确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成为更新的人 就是第一要脱去旧人 行为被更新 远离罪恶 第二就是要改换心智 心灵被更新 尊主为大 而第三就是要穿上新人 我们身份被更新了 有神的气质就是公义和圣洁 的确 耶稣呼召我们 不仅仅是教导我们关心属灵的知识 信仰的原则 教会的活动 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在所领受的这些属灵的知识 原则当中去建立个人符合圣经的生活方式和品格 就是我们说的要在爱中过合乎真理的生活 正如在以福所书四章第一节所指出的 基督徒必须要有与信仰相称的行为 就是为人处事 将我们的信仰和领受的真理实践出来 所以每一位耶稣的门徒 我们个人生命要更新 必须要有新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 更新的生命具体表现在生活方式的更新 那么应当如何以及怎么样更新呢 在我们今天领受的几节经文当中 就让我们看到 首先列举了几项基督徒与人相处的原则 就指出了基督徒要建立待人处事的四部品格 也从而带来了个人生命的四种转变 帮助我们得以活出更新的生活方式 首先让我们来看 第一个不要就是不要虚谎 圣经二十五节说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社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让我们先来看虚谎 什么是虚谎呢 就是虚假与谎言的意思 虚假如果是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就是指虚情假意 就是表面上毕恭毕敬的 其实在背后却是嘲笑辱骂 表面上百依百顺 但是在背后却是怨言批评一大堆 而谎言则包括了各种的骗蛮 欺哄欺诈和狡猾 这些都是虚谎世界的产物 当一个罪人悔改进入教会 难免也会带着这些世界的杂志 进入到教会当中 是我们必须要提防的 其次我们来看虚谎 是不符合耶稣的道的 并且虚谎的本身就是罪 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 主耶稣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耶稣就是爱 圣经告诉我们 在爱中没有虚假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竭尽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在阔湖有著名说 从心里有古卷做 从清洁的心 也就是说 我们当从清洁的心 来彼此相爱 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要诚实待人 圣经一再强调 合一是何等的重要 可见我们因着耶稣 爱的缘故连接在一起 在基督里 我们本是一体的 既然基督徒别无选择 必须去维护信仰中 彼此合一的关系 弃绝虚晃 言语清洁 说话诚实 形式简纯质朴 就是我们应该有的 更新的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应当说实话 说真话 但是当我们说实话 说真话的时候 不要忘记要带着爱心 以不伤害和绊导对方为原则 不要虚晃的生活方式 带给我们最大的转变 就是让我们从说谎言的人 转变成为说真实话的人 第二个不要 就是不要因生气而犯罪 在26到27节这里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在情绪方面的控制 基督徒是正常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三头六臂 但是我们却有七情六欲 因此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自然都会有情绪上的反应 也会有喜怒哀乐的感受 我们被骂会不高兴 被打会疼 被冤枉会感到委屈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什么 我们要学会节制 情绪的控制 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情绪 怒气带给人的往往是身心的伤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我们发怒气的时候 对我们的身体就会有伤害 很简单 我们的血压就会很高 对不对 那对身体是不好的 而且怒气可能让我们吃不下 睡不着 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对心灵也是有很多的伤害 因为当我们发怒气的时候 我们的心烦意乱 信仰甚至会动摇 而且灵性也会变得低落 所以你看到吗 怒气带给人的是身心的伤害 因此我们要刻意地压制自己的怒气 接着让我们来看 不要因为怒气而犯罪 常言说得好啊 说愤怒中的人智商不到二成 怒气容易使人行为失控 比方说暴力的行为啊 甚至是自残啊 或者是伤人啊等等 而言语的失控 比方就是用词用语 很具杀伤力的 会伤害到别人 但同样也会伤害到自己 在二十六节下半节说 不可寒怒到日落 意思就是说 你的怒气 你的怨恨不可以持续 否则会给魔鬼撒旦留地步 让他有机可乘 再正当的 再正义的怒气 在人来说 久而久之 就会转化成个人的怨恨和情绪 自己觉得受到的委屈 不公平 伤害等等 如果持续在心里 难免也会昼夜思想 那绝对不是一件蒙福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而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要以爱 去止息怒气 在怒气中的人 要牢记上述 不可持续的原则 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一个秘诀 就是即刻的祷告 为自己祷告 求耶稣 介入到你的怒气 或者是你的这些 委屈的这些事情当中 即刻求耶稣来介入 来帮助你 帮助你来控制你的情绪 凭我们自己很难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习惯 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怒气发作的时候 我们赶快地祷告 求耶稣来介入 圣经在雅各书一章 十九到二十节 警醒我们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另外 在怒气周围的人 就是旁观者 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 可能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在发怒气 而是我们是 别人怒气的一个旁观者 当别人发怒气的时候 在一个愤怒当中 怨恨当中的时候 我们这些旁观者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 为什么呢 以免我们有意无意地 煽动怒气的蔓延和持续 加深彼此之间的憎恨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火上浇油 在怒气中的任何一方 也都要学习以爱 来熄灭怒火 学习以宽容和饶恕 来彼此恩待 那么在旁边的人 更是要劝勉彼此的饶恕和接纳 因为主耶稣 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祂为我们立下了 非常美好的榜样 不要因生气而犯罪的生活方式 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 让我们从一个情绪失控的人 转变成为可以控制情绪的人 第三个不要 就是不要再偷窃 28节圣经说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 分给那缺少的人 我们先来看偷窃 偷窃 就是走捷径 懒惰 贪图方便 从广义来说 对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问自取 这就是偷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我想有多少人 是从来没有偷过的呢 比方说 公务私用 公司里面的东西 单位里的东西 有没有拿到自己家里面 被自己所用呢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人之所以会偷窃 其实就是想走捷径 懒惰 贪方便 占小便宜 甚至呢 比较大的 可能是要贪图横财 偏财 等等 总而言之 偷窃是一种恶习 其实也是一种罪 那我们来看 圣经给我们的第二方面的教导 就是要劳力 就是亲手做正经事 虽然在二十八节的前半段说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这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说 所有基督徒都是小偷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偷窃 不仅仅是指 对钱财 物品的偷取 其实也包括 在信仰生活上 比方说 在侍奉上 我们是否尽了自己的责任 是否占用了 属于神的时间 而去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 或许我们以前 不同程度的 也偷窃过 在二十八节的意思 很明显 那些曾经偷窃的人 信耶稣以后 就不要再继续这样了 特别是那些 以偷窃为生的人 圣经是提醒我们 不要懒惰 不要走捷径 或者是贪图方便 不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使用不诚实 不光彩 违反道德法律 和不公平的方式 反倒要劳力 就是要乐于勤奋 甘愿付上辛劳 努力地去工作 做正当的事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学习耐心和信心的功课 相信和倚靠 主的供应和带领 那第三个要我们学习的 就是要助人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二十八节下半节 这样说明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 分给那缺少的人 基督徒不仅要过一个 殷勤劳作的生活 当神的供应丰富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 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不仅要有这样的心智 更要有这样的 实际的行动 正如使徒行传 二十章三十五节所说的 施比受更为有福 助人为快乐之本 不要再偷窃的生活方式 其实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 使我们从原本偷窃的人 转变成为做正经事的人 第四个不要 就是不要说污秽的话 二十九节圣经说 污秽的言语 一句都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首先 我们要警防污秽的语言 在圣经 哥罗西书三章第六节指出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 在哥罗西书的三章第八节继续说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那么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 包括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些污秽的言语 是神所愤怒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些污秽的言语 是神所憎恶 和使他愤怒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 除去污秽 就是要除去污秽的心 基督徒应当除去污秽的言语 当然 先要除去的是我们那种 恶的心 污秽的心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这样说 他说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除去污秽的心 是基督徒生命更新的一个 必然的表现 我们的言语 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情形 而第三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不仅仅是要除去污秽的言语 还要说造就人的话 使听到的人 信心 爱心 信仰等方面都能够被增加 被提升 使我们更加和睦 和一 并且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乐于侍奉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些话语 必须是真实的 使人在我们的话语上 得到益处 就是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并且得到祝福 而不是说那些 彼此恭维的话 要真实 那么这就是 以话语造就人的意思 所以在教会的侍奉和生活当中 彼此之间多一些的肯定和鼓励 少一些的批评和论断 不仅能够造就个人 其实也就造就了 促成了教会的成长 不要说污秽化的生活方式 其实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 使我们从说别人坏话的人 转变成为说造就人的好话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护照和拣选我们 是要让我们在所领受的 属灵知识和原则 在爱中过合乎真理的生活 就是要建立个人符合圣经的 生活方式和品格 这些包括了基督徒与人相处的四步 也是基督徒应当具备的个人的品格 哪四步呢 就是不要虚谎 不要因生气而犯罪 不要再偷窃 不要说污秽的话 这些品格的建立 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四种转变 是基督徒在四方面更新的生活方式 哪四个方面呢 包括了第一个 从说谎言的人变成说真实话的人 第二个就是 使我们从情绪失控的人 变成控制情绪的人 第三 使我们从偷窃的人 变成做正经事的人 而第四 使我们从说别人坏话的人 变成说造就人的好话的人 弟兄姐妹们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求圣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不断地被更新 使我们成为行事为人 与所蒙的招相称的人 奔纳摆在我们面前的永生之路 等候耶稣荣耀的在领 但愿我们活出更新的生活方式 一生为主而活 求主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